定格决定命运 可是我们现在做的努力是什么 我们从孩子小时候给他报重点幼儿园 然后到重点小学 到重点中学 最后到重点大学 其实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一种 不太常态的表现 我有一次去安徽统领 认识我们一个教育局的女 明老师与领导 她当时做了一件事情 她打破所有的重点 她把好老师和其他的老师穿插在一块 而且几年一个流动 于是家长们没法选重点了 因为你要是找到一个化学的重点老师 那他就不具备语文的重点老师 你找了一个数学的重点老师 他就不具备英语的重点老师 其实在教育当中 我们真正重要的 不是孩子的能力的问题 能力这东西我始终 因为我搞心理学的 我的一个观点是 他有这个能力 不用教他也有 大家都知道王宝强吧 没上过电影学院 没上过戏剧学院 可是他演的电影 基本上都是很各个出彩的 我们还知道现在的 包括这个比尔盖茨 很多名人 包括爱迪生 都不是说 完全是通过分数出来的 那么我们决定 一个人成功的是什么 实际上真正的重要的是性格 什么叫性格 性格心理学上给他一个定义 叫做后天形成的社会行为方式 首先性格没有先天的 个性有先天 但性格没先天 性格和什么现象特别相似呢 和言语特别相似 大家都知道 一个孩子生下来都不会说话 你想让他说什么话 你就把他收到什么地方去 我两个星期之前曾经去了 咱们温州的苍南 苍南的朋友特别有意思 他们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方出了这个村 语言就不一样了 一个地方 它可能有三四种语言 因为他们的地方靠近福建 又有闽南话 又客家话 然后温州话 他就明白了 话是什么特点 谁都不是生下来都会说话 把你生在那 你就说什么话 所以言语是后天形成 而性格跟言语是非常同步的两个心理现象 言语是跟人交流有关 而性格呢 是跟人行为互动的方式 比如说一个人自私是指什么 这人和别人在一块 他总想着怎么从别人那占到便宜 怎么对自己最有利 我们说一个人善良 善良你一个人不存在善良 善良一定是做什么事 他先想到别人 宁可吃亏 也不能亏着别人 那这种人我们说善良 所以性格 他重要在哪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成功 比如说刘邦打天下 当他打完天下以后 曾经问众人 在庆功宴上说 我怎么成功的 众人就拍马屁的了 说您英明 您善良 您善良这个那个 刘邦说不对 论打仗我不如韩信 论用计我不如张言 论治国我不如萧何 我会用人 为什么叫会用人呢 实际上他善于跟人打交道 他能团结一方人在自己身边 能让这些人 每个人各尽所能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知道我们现在社会 比如说我们今天我还提到 就跟我们家庭教育合作特别多的 新东方的老总 李敏鸿 李敏鸿呢 他是北大外语系毕业的 他自己讲过 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 他在宿舍里不是学习最优秀的 他从哲学到外语 什么也不懂 但是呢 他很勤快 因为他农家孩子 他说大家都在那看书 他就每天负责给大家打开水 那么大家知道 后来他开办了新东方之后 最开始挣钱缺的就是郝老师 他第一个想到就是他的同学 当他到美国去请他们吃饭的时候 同学是怎么说的 同学说是因为你跟我们打了四年的开始 我们怎么也得报答你一下吧 可是这个后来 这个运作到后来 很多同学还是觉得 你不行 你这个牛妹在国外好好读书 我们见多识广 几次想把他换掉 可是后来大家一致认为 他是最合适的领袖 为什么 因为他肯付出 他能与人合作 所以肯付出与人合作 将才 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实际上是性格 那么能力呢 当然我也不否认 我们社会需要有能力的人 但是能力的东西 我认为他更多的是天赋的 所以一个孩子有没有能力 父母不要逼他 如果他有能力 他到那时候 他就能显现出来 而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孩子的性格 在谈到性格的时候 我还想到我曾经在90年代 有一次意外地看这个电视采访前学生 当时记者问他 这个也是一些生活中难忘的事情 他回忆了他的父亲 他说他在中学的时候 学习很优秀 而且他那时候数理化特别好 尤其数学 当时数学老师拿来一些题 老师都没有解开 结果他给解开了 由此他发现他比老师还能干 慢慢的他就开始不把老师放在眼里 他对老师的轻蔑可能被他父亲觉察 于是有一天 在他屋里 他到屋里看书的时候 父亲走到他身边坐下来 他一看父亲过来 他觉得有事 于是就问 爸你有什么事呢 父亲说 你有空 我随便跟你聊进去 他说行 您说吧 什么事情 他父亲没说话 从手里拿了一只筷子遍给他 说你把这只筷子绝顿 他不明白 说爸你干嘛把筷子绝顿 父亲说你绝一个事实 我就想看你能不能把它绝顿 于是他接过这只筷子 使劲一掰 断了 还是不明白 爸你要干什么 他爸没说话 另外一只手 却抓住了一把筷子 说你把它给我绝顿 他说爸 这我怎么绝得顿 他爸说 试试 他说爸你要弄断的话 为什么不拿锯呢 那锯就要弄完了 会更整齐吗 他这样掰的也不行啊 再说这么大一把 我也掰不动了 父亲说 我让你掰式 还掰半天 确实掰不动了 父亲说 我要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你再有能力 你再聪明 你甚至比老师都强 可是你就是一只筷子 一只筷子 你那么骄傲 你那么孤立的话 你很容易被人掰断 所以你要聪明 你要想做大事 要学会与人合作 要让一些人 在你身边 和你形成一把 你才能做成大事 他讲这段 我印象极深 我就在想 一个优秀的人物 一定有一个优秀的父母 他这个父亲太伟大 他这个教育 实际上就是一个性格教育 以人合作 肯付出 我们关注孩子的性格 是非常重要的 而性格是怎么出来的 是我们 也是心理抚养 养出来的 我后边来谈这个话题 所以这是我讲的 第四个理念 就是性格